要唱衰臺灣來打選彈 應該似可而止 選舉是一時的 臺商回到家鄉投資臺灣 應該要被肯定要被歡迎 過去十幾年臺灣投資不多 我們執政後積極改善投資環境 爭取外資進駐 爭取臺商回流 這些努力的結果 我們今年有了投資大爆發 大家說對不對 這幾天 戰友黨有人批評 臺商回臺投資是假的 我聽了之後很難過 選舉真的不必要選成這樣 臺商回臺投資 收賄的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國民黨 而是我們全體臺灣人民 大家說對不對 好唱衰臺灣來打選彈 應該似可而止 選舉是一時的 臺商回到家鄉投資臺灣 應該要被肯定要被歡迎 大家說對不對 戰友黨為了選舉 不願相信蔡英文的成績 我要請那些批評的人 去問一下台中市長 看看我們臺商到底有沒有回來 我再講一次 選舉不要選到這樣子 大家說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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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